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导会 网上的五堂崇拜 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 我们去到启示录第20章7至15节 白色宝座与最后审判 是未思想这段圣经之前 请我们同心低谈和讨告 自非人有天父 我们满心多谢你 因为你答应过 你必再来 审判活人死人 多谢你 因为我们有一天 会终于面对面 在主耶稣基督里目睹你的荣耀 得享永生 求你让我们在等候期间 更努力将灰音传开 以致多人信主 因为你说过 不愿一人沉淪 愿万人得救 求你祝福保守我们 又让你的话语提醒 勸勉教导 安慰 督责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一般人一想到撒但就很容易连上一幅 真灵面目的怪兽的图画 一看到就令人无本耸然 但其实这个很错的图画 撒但最厉害的武器 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 他企图去骗人 他是不存在的 这个战术最厉害的地方 就让人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防备他 因为他们以为根本没有魔鬼 没有撒但存在 所以不需要留意他 那就中了他的诡计 尤其是他把这个不存在的观念 放在那些教会的牧师 神学家身上的影响就极大了 比方来说 德国著名的神学家 Rudolf Fuhrmann 有其中一个最著名的 所谓无撒但论的神学家 他说圣经讲及有关撒但论无魔鬼的事 完全是神话来的 是古代一种迷信 我们现代人有科学知识 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些荒谬怪弹的神话故事 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他的出现时不一定是用真灵的面目 他可以扮成一个温文有礼的王子 这样他就很容易骗到人 圣经并不是神话故事 而是神的启示 告诉我们神的真理 而撒但的存在 也不是一种迷信 而是真有其事 启示录称撒但叫做大控怒 蛊蛇 魔鬼 撒但 或者我们心底里面 它是无数关于撒但的问题存在 令我们困扰的 撒但是怎么来的呢? 《丧四纪》第一章31节 就有这么说法 神汉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日 在这个时候 上帝所做的事似乎各样都好 但到第三章31节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描述 耶和说 神所做的 唯有蛇给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换句话说 从创世之时 去到试探之济 一定有些天使背叛神的情况出现 圣经有两次圣经就提到天使的背叛 第一章圣经是在《比特效书》第二章第四节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由这两次圣经看来 很明显神创造天使的宗 就有些犯罪背叛神的天使 他描绘这种情况 结果上帝最后 是要将他扔在这个黑暗线中 吊在地獄里面 有锁链锁住他 如果大家还记得 这幅并不是启示录很清楚的图画吗 不过在这么多道圣经里面 我相信记得最清楚的 我过于《以彩亚书》第十四章 十二至十五节 《以彩亚书》第十四章 十二至十五节就这么说了 他说明亮之声 早晨之指呀 你何竟从天聚落 你者功败热割的 何竟被砍堵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上主同等 然而你必堕落 阴间到坑中极深处 虽然《以彩亚书》并没有提及撒旦这个名字 但同样的描述里面 我们可以肯定说 这个所谓你就是指撒旦了 何解呢 明亮之声其实就是撒旦的名字 所以King James的英文翻译本 就将明亮之声叫做Lucifer Lucifer就是撒旦的名字 然后这里又说 他说他是从天上聚落 那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 他说大红奴 大红奴就是那蛊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是迷惑众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 以彩亚所描换的理就是撒旦了 从以彩亚的描换 我们可以看到撒旦 就真的堕落了天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要和神同等 结果就是什么呢 被上帝的扎伐 堕落阴间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对撒旦的来源 撒旦这个名字是源于希伯来文 意思就是敌对者 和敌基督这个词可以说是二谷同工 圣经也是用其他的名字来形容这个撒旦 他叫做魔鬼 The devil 希腊文叫Diabolos Diabolos的意思是说方者 控诉者 撒旦是一个绝对的说方者 他好像在神面前控诉若伯 同样他又称为古蛇大控奴 让方第十二章三一节 称为世界之王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 称为别西卜 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 以彼所书 第二章第二节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圣经时代提到那些邪铃、鬼父其实都是撒旦的爪 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死后变鬼 但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提到鬼父的问题 在整本旧的圣经里面 不是很多出现的 但在新弱之后的教会时期也不是很出现的 但在四福音就非常活跃 为什么? 因为尼苍亚降临的时候 很多鬼父的现象就出现了 我个人以为撒旦一直活跃在世界里面 无论是耶稣的时期或其他时期 正如我隐言所说 撒旦其中一个最大的武器 就是迷惑世人 叫他们否定有灵界的存在 否定有神的存在 否定有魔鬼的存在 因为这些是迷信的、神话的 所以他们就当他没多了 当神没多、当魔鬼没多 因此而言故他就不能防备 所以旧约里面我们看到 好像不是很多有关鬼父的问题 但耶稣来到的时候 撒旦就无所遁形了 就显露了出来 所以是比较活跃的时期 到了末世的时候 我们同样有见到一个异象出现 就是魔鬼的策略 就是要敌基督 敌基督就不单止是敌对基督 更加要做假基督 假三为一体 在世上所做的 所以在末世的时候 魔鬼的活动也非常活跃 但跟耶稣基督的时代 所谓的鬼父上身有点不同 或者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 在末世最后的争战是怎样的呢 在启示录第20章 第7至8节有这样的说法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奴里被释放 在20章3节也提到 撒旦是被卫在无底坑 天使又将这个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以至他不能在一千年期间迷惑 这一千年之后 必须替代 必须暂时释放 这一节圣经说明有几件事 第一 的确是有千禧年的时期 但千禧年的未必一定是指到一千年 而是指一个旗号的宪布 用以赛下书第24章21-22节 可能这个千禧年只是几天 可能只是四百年 好像有些启示文学所说的 可能也可能一千年 也可能是几千年 所以报告一千年 不可以直解 就是一千年 在这个一千年期间 撒旦的影响力 不是完全消灭 只不过是被限制 restricted 但在一千年过后 撒旦就会被释放 迷惑和影响 就不再受限制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很难说是无千禧年这个时期 所谓无千禧年派 似乎未被我们一个很满意的答案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神要暂时释放它呢? 尤其是第三节所说是必须 意思是神是必须 这是神的旨意 神必须这样做 何解呢? 何解神要放了撒旦 去迷惑这个呢? 原来在公元前 大概一百年 公元前大概一百年左右 可能不少人受到旧约 尤其是以赛纳先知的影响 不少犹太启示的文学里面 都广泛讨论到这个千禧年的观念 他们觉得不少人是挂名跟随耶和华 神不是真心的 所以神就要给一个试炼 一个试试给他们 看看谁是真正的跟随神 就好像耶稣基督说的一个比喻 沪西时就有这个的墨子 有碑子 碑子是好像墨子一样 但不是真的 但是到末世的时候就能够分别出来了 末世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试炼 看得出哪些是真的物子 哪些是假的物子 即是卑子 正因如此 神就要用千禧连国之后释放撒旦 来做一个最后的试炼 看看他们是真心跟随主 是墨子 或者他们是假的基督 假的跟随者 这个所谓的卑子 所以 第七节里面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奴里释放 去迷惑列国 作为一个最后的测试 在神的计划里面 神需要一个最后的测试 看看哪些是真的信徒 哪些是假的信徒 第八节就是这么说的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列国 并要聚集他们与基督争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旦 真的是一个死性不改 他一出肉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就是迷惑列国 第二就是聚集与基督争战 什么叫迷惑 希腊文的Parnassai 这个字是一个infinitive 根据希腊文的文法来说 我们就会知道 他出来的目的何在 他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打到基督 他要迷惑列国就是要打到基督 所以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出来打到基督的目的就是打到基督 迷惑就是打到基督 迷惑就是用假的信息 假的教训假的历史 来去造反背叛 根据启示录这段圣经 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是没有生命的 是挂名的信徒来的 他们来自世界的四国 他们人数多如海沙 这幅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图画 但是圣经只是用一节圣经 就描绘这场所谓的末世的大战 这句是什么圣经呢 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 这些撒旦和爪牙真是不堪一击 他们就完蛋了 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第九节至十节 这个最后的争战是怎样 第九节至十节 他们上来遍布传地 围着圣徒的刑 远蒙爱的城 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涌在 流黄的火狐里 就是瘦和贾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这支反叛军叫做哥格与马国 究竟哥格与马国是什么 原来是引至旧约的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 哥格是北方的王 马国就是哥格之地的意思 按着以西结书的意言 北方之王哥格决定要来攻打以色列 第十八章十一节 并且要进行抢掠 在第三十八章十五节至十六节 就讲述他们联盟列国组织 一个军事的联盟 预备去打以色列 神容许这次发生 让世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在 漸漸这幅图画就成为了末世之时候的预言 所以哥格与马国是象征末世的时候 他们起来对抗基督 启示录十九章的寿就是哥格 二十章的大红路就是马国 而增战的地方在哪里呢 蒙外的城 蒙外的城就是耶路撒冷 这个地方就是圣徒的形 哥格马国的军事围攻耶路撒冷 但是没有得挥的 城中的信徒不废一兵一卒 这一支撒旦军队就完全崩溃了 为什么呢 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 这个完全是上帝的作为 第十节告诉你们 那麽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涌在硫黄的火狐里 就是兽和假仙芝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 这个假的三位一体的修长 魔鬼就是大红路 这个兽就是从海顺上来的兽 这个假仙芝就是地上上来的兽 同被涌在这个火狐里 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其实这个永远在火狐里的受罚 是圣经一向的主题 比如在以西结书38章22节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 凝罚他 我也必将暴雨大炮与火 并流黄与他的军队 并他所率领的众文 又好像马太福音第8章29节 那些污鬼问耶稣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当 事后还没有到 你就上来 叫我们受苦吗 这个所谓事后还没有到 直到末世最后的审判时还未到 换句话来说 魔鬼就是知道他始终有这一天的 因为有一个问题 有不少人以为这个火狐受苦 昼夜痛苦太过残忍了 所以有些学者 例如John Stock 就主张不是直解的 而是一个symbol来的 他们以为不信的人受一时之苦 最后就会消失了 这个就是所谓enihilation enihilation的意思就是 没错 他们会受伐一段时间 他们的火狐受伐 但终于会消灭 我们怎么看法呢 老实说 我不是很清楚 各有各理 有些人说的确有火狐 他们是永永远受伐 有些例如John Stock 不是 始终有一天他们会完全消灭 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两方面都有理由 我只能说 我暂时来说 虽然倾向John Stock的看法 但我也不是100% 不能够完全有这样的信念 最后我们看看第11-15节 白色宝座与最后审判 第11-15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莫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安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财 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在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的行为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冥在火狐里 这火狐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没有名字记载生命财 都会被冥在火狐里 这就是最后审判的图画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白色在圣经里面说的是 信杰 大意思就是满有威严的意思 majesty 我们会问座座拿在宝座上是谁呢 从第十一节看来 尤其是那句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我们可以肯定说这是指神自己 这里引申一个问题 马太宝座25章31节46节 士道行传17章31节 以及提摩太后书4章1节 都很明显告诉你们 最后审判的法官是基督 不是神 不是父神 但是有趣的地方 圣经往往是将父和子混为一谈 比方来说 在罗马书14章10节 保罗就这么说 我们都要立在神的台前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末世的审判 这个台就是指末世审判的大宝座 好像启示录所说 就是一个最后的审判 谁做这个审判呢 罗马书14章就说是神 但在哥林多校书5章10节 同样是保罗他就说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台前就是指末世的最后白色的大宝座 同一个作者也是保罗 同样是说到末世最后的审判 但提到审判台的是谁呢 罗马书14章就说是神 是法官 哥林多校书就说是基督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神和基督其实都是三为一体的神 其实可以说是可以混为一谈 在这个大审判里面 第一件事门会是什么呢 天地都要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 在新天新地出现之前 旧有的天地都要消灭 正如以初下书51章第6节说 因为天必将烟云消散 地必将衣服漸漸够了 其中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长存 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而在彼得后书3章第7节说得更清楚 但现在的天地还要贫着那命传流 直流到不敬权之人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形则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了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站在或者坐在白色宝座的法官 就是基督也是神 第一件事要发生的 天地都要逃避 都要不见 这只是《旧约圣经》的预言 其中我们看看第12节 二人接受审判 12节说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暂在补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财 死的人都凭着这样案卷所在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首先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 在这里所谓死了的人 是指什么人呢? 是指非信徒 还是指信徒呢? 有些诗经家就以为是指非信徒 因为第20章第5节说 其余的人说没有复活 其余的人就是指非信徒 同样这里提到死了的人 所以应该是同一类的人 都是指非信徒 在灵里死了的人 和神隔着的人 其次第13节说 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也应该是同一类的人 海是这个启示录里面邪恶的象征 所以应该是指非信徒 所以有些假经家就知道 这些是非信徒的审判 但这种解释最大的问题 是12节的后半节 所提到的生命册 生命册是指寄在信徒的名字 如果这些是非信徒 又怎会按照生命册里面所在 也都是按照另一本所在 按照行为受审判呢? 非信徒的名字 不应该在生命册内 如果不是指非信徒 就是指信徒 但为什么约翰称这些信徒 为死了的人呢? 我相信答案 就在《弹义理书》12章 一字字二字找到 《圣经》是这样说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 米格纳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会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宗 犯明禄在策上的 必得拯救 遂在寻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着永生的 也有受着永远被真行的 很明显 若翰在这里所提到的审判 和《弹义理》所说的最后审判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可以说 《弹义理书》 其实就是启示录的背景 《弹义理书》 在末世的大审判里面有两批人 第一批是 《弹义理书》在生命策上的 必得拯救 但以理说 就是这些人 在生命策里面 一定会得到拯救 他又说 他们睡在尘埃中 必得复醒 指导复活 他们必得永生 就是这些信徒 名字记在生命策上 而第二批是指那些不信的人 他们是受到永远的憎护 永远的刑罚 同样在《弹义理书》里面 我们也看到两批人 第十二章就是说的信徒 是生命策上 名诺有份的 第二批就不同了 第二批就指到 第十三至十五节 那些的非信徒 他们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的名字是没有记在生命策上的 他们被冥在火火里 所以我们的结论很清楚 十二节是说到信徒 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 按照他的行为 接受上帝的审判 而另外一些 就是十三节所说的 就是非信徒 他们的名字 就是毋毋生命策上的 于是你会问 究竟这两卷是什么书 我提到有两本书 第一本就是所谓 《案卷展开》 第二本就是所谓 《展开的生命策》 这个《案卷》是什么呢 原来在旧的圣经里面 以及在启示文学里面 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到 上帝将人的行为 全部记录在书卷里面 就像《丹尔利利书》第七章十字 从他面前有火象河发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事立的有万万 他座着要审判 案卷都展开了 按照他的行为去审判 但你们所谓的案卷 就是纪录人的言行的书卷 在审判的时候要展开 就像《启示录》在第十二至十三节所说 另外《启示》的文学里面 也同样记载 比如在《以乐书》第九十章二十节 也提到这个书卷 《巴勒书》第二十四章第一节 以及《伊术罗》第四书六章二十节 也提到所谓记住人的行为 他的言行的书卷 至于另一卷叫《生命冊》 也有浓厚的旧色彩 比方来说 比如《《专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三十二节 他说 唐华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求你从所写的《生命冊》上 涂抹我的名字 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 求神赦免那些以色列人 他甚至宁愿自己的名字 在《生命冊》上被涂抹 也希望他的兄弟和同胞 他的骨肉能够得到射灭 《《专埃》第六十九篇第二十八节》 原他们从《生命冊》上被涂抹 不得记录在二人之中 所以《生命冊》是记录在二人的名单 也是所有得救信徒的名单 没有在《生命冊》上记录的 被淹在火门里面 最后我们来看看罪人的结果又如何 第十三至十五节 《专埃》 《专埃》 没记在生命策上 它就被冥在火湖里 所谓的海 死亡 阴间 在启绍录的记载里 都是指邪恶 敌对神 与神隔着的意思 不过 海也特别有意思 第20章11节 提到天地都不见了 第21章1节 提到海也不再有了 第20章13节 提到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罩元看来我们有点混乱 既然天地已经不见了 海应该包括在天地当中 为什么去到第21章的时候 海也存在 然后才说 海也不再见了 既然之间已经发生了 为什么还会发生 海也不再见了 还有 为什么提到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在时间上好像很混乱 难道我海不是在天地之间 但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这里不是根据时间的次序而定 而是根据逻辑的次序 海 死亡 阴间 在这里来说 都是一些symbols 是敌对神的势力 而且将他人格化了 personification 他们都是被荣在火狐里 永远永远的受奉苦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4-55 死亡就是一个最后的敌人 要被征服的 这个所谓死人 就是跟神隔着的人 他都明知没有记住在生命策上 他们都是按着各人所行受审判 他们同样被冤在火狐里面 这个火狐就是第二次死 所谓火狐 第二次死 我们都是不可以直假人当一个symbol 是永远同实隔着 旧的过去才有新天新地 接着21章就描绘新天新地 我们会问问我们 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是否一个有生命的信徒 还是我们是假的信徒 挂名的信徒 我想世界上最可怜的 莫过于耶稣基督在灯山部分所说到这一群人 到过天有很多人说 我是跟你的 我是奉你一名赶轨 我奉你一名传道 我奉你一名行神 我们会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但耶稣说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求主联敏我们 叫我们敬虔度日 查查一下我们是否真心悔改 归向耶稣基督 问问我们有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自己 认见主的灾临 还有很多很多 你的亲戚朋友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在救恩以外 我们真的需要为他们祷告 努力地把福音传开 请我们同心低头和同祝福 天奉我们做一次多谢你 因为你已经得胜 叫我们在等候主作来的时间 更加能够敬虔度日 努力把福音传开 祝福保守我们 我们今天祷告 奉耶稣基督命靠 阿们 谢谢大家 请订阅